中国双11购物节的预售活动已经火热启动 与去年的积极参与相比 韩气今年却很是忧虑 报道这一消息的韩国民族新闻23日称 韩国企业在去年双11前戏非常激动 化妆品及生活用品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网红向消费者宣传产品 希望借此提高韩国产品的认质度 但今年韩国企业到现在几乎没有采取食妖行动 报道称去年双11当天 在天猫销售的海外商品中 韩国产品的销量继日本和美国之后位列第三 因为部署萨德刺激了中国民众对韩国企业和产品的负面认识 因此今年韩货能否热销不得而知 一名化妆品业界相关人士说 去年他们邀请中国网红搞了两三次活动 但随着韩中关系激转之下 今年在华营销活动激进于零 不过也有些韩气人对分一杯跟抱有期待 韩国民族新闻称 韩国购物网站GMarket专门开设了中文网页 去年双十一期间其对花销售额增长24% 今年GMarket准备了大规模的促销活动以迎接中国海淘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